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Inset 欢迎到一个人都睡前不谈鬼 今天来讲呢 就是说观众所投稿的领域故事啦 然后如果有哪个观众呢 有领域故事呢 可以欢迎投稿来的Gmail 对 然后今天呢 有两则的故事 都是由惠美所投稿的 会不会多说 我们就第一人称 带我讲故事吧 Let's go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那件事情还闹得挺大的 这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不过跟我差不多岁数 就读Burma当定义的学生 应该都蛮有印象的吧 这件事情呢 就发生在我二三年纪 的时候 那时是星期一 傍晚周会的时候发生的 由于是周会的关系 当年我们所有的师生 都是移步去到食堂那边周会 就在我们周会的时候 也有同学因为无聊 就叫朋友陪着他一起上厕所 而有些同学会为了拖延时间 就绕远路去后面的旧校舍 那排的旧一间的女厕所去走走 其实关于旧校舍的后面那个潮场呢 有过非常多的独自传说 也是众所周知的 那个潮场呢 有非常多老旧的娱乐设施 有人传说在潮场后面 就有看到坟墓和事故之类的东西 埋在那边 我们的学校以前就是一夜 也有这个可能吧 所以那个潮场在很早之前 老师们就已经疯过了 就不让同学去那边玩 而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周会走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的就听到两位女学生 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那时的周会也突然的暂停了 只有老师叫几位同学去了那边 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就扶着两位脚软的女同学出来 就看着他们站不住的样子 只有同学把椅子放在食堂后面的大空地上 就让那两位受大惊吓的他们 先坐下缓一缓 而从在八卦第一前线的我 就马上跑到被包围着的其中一位女同学的面前 老师就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看他们的情况是 都已经吓得完全说不出话来 全身都在发抖 在没办法之下 就叫人拿纸和笔 让他们用写的 站在她面前的我就轻眼看着她 连握都握不住笔的手 勉强颤抖写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字 鬼 后来呢才知道这两位女生 再走去这就笑设厕所的路上 有经过一个空荡荡的客室 他们往里面一看 就同时看到不同的鬼 一个就在客室后面的书柜上 而一个就在桌子旁 后来校长为了收场 就把这件事说成他们两人在说谎 当天的这两位女生好像也是早退了 但当时站在他们面前的我深深的感觉到 这些其实都是真的很真实非常非常害怕的样子 而且两个三年级的学生 那可能说演就演了 还有一个要补充的就是 其实那个坟墓唯有看到我们都看不懂的文字 却被校工拿来放在挡着水沟缝隙的石头 就被来来往往的学生不停的踩着 所以这个第一故事就到此为止 现在我们还是继续第二个故事 在我的老家以前 婆婆曾经有一段时间 借给了个做神庙的人 用过一段时间 就把我的家做成了神庙 在他走的时候都把神给请走了 但也许有神自然就会有鬼吧 却有没有把鬼都请走就不得而知了 小时候听爸爸说过 把家借给人做神庙是不好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家在半夜都会听到 玻璃弹珠不停在跳的声音 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会碰的很大声被撞开 但我的婆婆都会安慰我说 那只是风 所以我也不觉得奇怪 认为那是正常的 而最离奇的是 曾经爸爸告诉我 有次很晚他才放空回家 都已经是三更半夜的时间了 而我们大门是那种老式 有滚轮的那种 就在要拉上大门时 就像有股力量在对面 自己很用力的把那个门给拉开 他们就这么的拉来拉去 就像是在和我的爸爸玩游戏一样 那时小孩子的我们 听了都觉得好好笑 在我小时候也就是 带泰国佛牌之前的时间线了 那时的我几乎每天都会做着不同的鬼梦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 我都会非常害怕睡觉 从小呢就是跟着我爸爸佛教的 而我的妈妈是基督教的 就算嫁给了佛教家庭 也没有想过要改成佛教 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妈妈之后 但我的妈妈还是叫我 每天在睡觉前念基督教的咒语 就没有事情了 我就念了 但是更加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当我念完基督教的咒语睡觉 鬼的梦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更加严重了 一旦我们念了咒 肯定就会发鬼梦 但我的妈妈还是叫我 每天都念就没事了 我还是一样早做了 每天念 然后那个鬼梦 就要越严重 长达很长的一段时间 直到有一天 唯一天我忘记念的那天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就发现那天我没有再做鬼梦了 也许是我一个白神 没有去过圣堂的 劝每天让神父保佑我 跟佛教有冲突吧 而之后的事情我就忘记了 因此在那之后就没再做鬼梦了吧 就是觉得挺奇怪的 不过在我们要搬走的前一个星期 那段时间挺神奇的 在我们的家最尾最角落的那间厕所 突然间开始了 每天自己冲水 时间段都不同 有时是半夜 有时是下午突然的就来那么一下 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怪怪的 你告诉我可能那个是马桶坏了 但其实什么都会是我的爸爸 为什么又会放任他在那边不停的冲水 不过真正看到的是我的妈妈 那时她抱着还是婴儿的弟弟 在洗网棚洗脚 我家洗网棚的前面 就是一个透明黑色的防太阳的窗口 洗到一半抬头看了一瞬间 看了一个巨大的人影就在正对面 几乎都算是面对面了 吓得妈妈尖叫一声 马上的抱着弟弟 跑到只通走廊客厅窗口视线之外 躲在房间里面就完全不敢出来 快速的就打给我的爸爸 就叫他马上回来 就直到爸爸回来为止 我爸爸那天也是直接请假赶回了家 后来那件事情好像就马上解决了 直到我们长大 妈妈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也不想吓到我们 听完后让我想起了一些模糊的记忆 那时大概七岁的我 其实有一点印象 就是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看电视 记得在窗口的后面 有个黑影也在注视着我 ok 所以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下面comment 然后也谢谢惠美所投稿零故事啦 对 然后如果哪个观众呢 还有鬼故事呢 也欢迎投稿来这个Gmail 所以今天的睡前不谈鬼 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那就订阅、赞、分享吧 还有记得点赞小铃铛 如果不喜欢的话呢 那我再喜欢我们吧 ok 就这样 晚安 BOOM BOOM Ooo No A